关系今天国内报纸的头版消息 在联合报的部分 机车装ABS而起怒怨 忽略增加人民的负担 蔡总统亲自站上第一线踩刹车 明年新款的机车需要加装防锁死刹车系统ABS 或者联动式刹车系统CBS 造成车架上涨引发抱怨 蔡英文总统昨天亲自要求政府应该重新检视配套措施 减轻人民的负担后 交通部立刻宣布 2021年新旧款全面加装的政策先暂缓 而明年新款车虽然会照常实施 但今天将跟业者讨论降价的促销方案 在联合报的头版还报道了 书运首件元旦的凌晨0点到10点国道免收费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昨天宣布 明年元旦当天将首次实施 凌晨0点到早上10点国道全线免收费 一改过去廉价凌晨0点到5点暂停收费的措施 免收费的时段多出了一倍 希望能够借此转移收价前的拥塞车潮 在自由时报头版今天报道的是 2020大选国民党太阳门相争 马无珠提前开打 九合一大选刚落幕 2020总统大选国民党内的权斗悄然的开打 国民党立委林维州跟台北市议员当选人 前总统府副民事长罗志强 发表了党务革新宣言开了低枪 除了大声几乎2020总统提名 应该采取全民调 而且附加党权更迭条款 主张经过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应该直接兼任党主席 党人认为此举是剑指党主席吴敦一 另外自由时报头版还报道了 这个国道第一次元旦免收费到上午10点钟 元旦四天连续假期将至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昨天公布了速运措施 往年廉价经常实施的凌晨0点到5点的国道免收费措施 明南元旦首度延长到上午10点 高工局希望民众跨年结束之后 准备收嫁返家 不要疲劳驾驶夜间上路 稍作休息白天再上路 另外自由时报头版也报道了 投保协议大突破 加拿大考虑跟台湾来洽签 加拿大跟中国关系紧张之际 加拿大外长方惠兰 在当地时间7号回应了议员提问时 首次公开表达 加拿大正在考虑跟台湾谈投资保障协议 另外台家两国明天将举行 第14届的经贸智商会议 据了解FIPA的议题已经列入议程 双方将就此交换一件 在中国时报的头版今天报道的 也是跟有关于机车政策法夹湾有关的消息 原定明年元旦起实施的新款机车 需要加创安全设备的政策引爆民怨 蔡英文总统昨天要求行政部门 要重新考虑再实施 而交通部随即召开会议 确定政策即转弯 交通部代理部长王国才说 明年新款新车加装ABS跟CBS照常实施 大约是影响15万辆车 但2021年旧款新车全面加装规定 则暂缓将是新车实施成效 再评估适用的日期 另外中国时报头版下方报道的也是 首例元旦零点到十点 国道全线免收费 在苹果日报今天头版 报道的是他们的独家消息 台北市选举爆发离谱的冠票 万华一间投票所 丁首中竟然多了99张的幽灵票 台湾解言多年 已经极少传出选举做票事件 不料首善之都台北市 这回竟然传出市长选举 发生离谱的冠票事件 台北市长选举验票 历经七个工作天 昨天验完大约212万张选票 苹果他们独家接获爆料 在上个星期五验到万华区票柜时 竟然查到华江国小 一个小型的投开票所 有99张没有被领取的选票 全灌票给了丁首中 被视为绝机的幽灵票 灌票事件再次发生 等同大开民主倒车 引发各界的震撼 而灌票事件揭入之后 丁首中受访时竟然加码爆料 他说还有将近100票是灌给姚文志 另外有100票灌给了不同的候选人 丁首中强调 透过验票后发现许多选物违法的市政 已经围裙立师提出选举无效诉讼 在今天工商时报的头版报道的是 今年全球半导体设备市场最大的还是韩国 而大陆首次迎台湾拿下第二 全球市场规模达620.9亿美元 创历史新高 年增将近一成 今年全球半导体设备销售金额达到620.9亿美元 创下历史新高 而值得注意的是 在各地区排名上 韩国连续两年位居第一大市场 而中国大陆排名首度上升到第二大市场 台湾则被挤到第三 另外在工商时报头版还报道了 马克宏涛百亿欧元要安抚黄贝心 另外也报道了 外企旅客退税提高到4.8万元 而在经济日报的头版报道的就是 郭台铭大买鸿海股票 上个月砸了18亿加码超过2.7万张 每次出手之后都有一波行情引发热议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以自由的资金力挺鸿海 11月大动作加码2.7万张的鸿海股票 以每股均价70元估算 郭董当月掏了18亿元 这里是中国管门公司 4.7万张的鸿海股票 5.8万张的鸿海股票 向前走 3.4万张的鸿海股票 6.8万张的鸿海股票